近期很热的沿喜攻略 笑到最后的不是魏英洛不是贤妃 而是她 陆婉婉捞一下庆长仔 陆婉婉是由陈若宁视野 日常猛逼状态 贤龙最猛的妃子 唯一一个没有参与宫斗的女子了 陆婉婉第一次出镜是选秀女之时 何书贵人在一起站着想必 很多人被她的颜值惊住 庆长在的颜可以说吊打一波后宫家里 想巴一巴这样一副好模样的女子 究竟是何许人也 庆长在后来慢慢成为庆贵人 庆贵妃到最后的皇贵妃 是魏英洛也就是后来令妃娘娘的亲生儿子的养母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令妃娘娘的儿子也就是家庆帝 看来陆婉婉还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是不是有一种魏英洛宫斗 最后的成果被陆婉婉享用的感觉 庆长在陆婉婉在宫中在皇帝的其他妃子 看来想必是蠢萌蠢萌的状态 她内心无杂念 单纯的不能再单纯 都说活不过 两级的陆婉婉却平安的熬到最后 度过了五十一 这春秋在那个时代应该也是比较长寿的了 她一生无耳无女 膝下无子 没有为乾隆皇帝生过一个孩子 却养育了家庆帝 真是大清后宫的一抹青蓝现实中的陆婉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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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